在我们北方啊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 就是山野菜盛产的季节了 那吃惯了大鱼大肉的都市人 多吃一些山野菜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 铁岭市大电子镇 当铺屯村的菜市场 我们去看看 当地都有哪些当铃的野菜 要说北方的春天 还是吃野菜的好时节 胖多多的刺嫩芽 鲜嫩嫩的水芹菜 薄烘烘的猴子腿 品种繁多 营养丰富 这时候的早逝 到处都有 吆喝着卖山菜的山饭 一早买上几样 一顿丰盛的山野菜 就会让全家胃口大开 卖的最好的是哪个山野菜 哪个品种 卖的最好的 最好的 四种牙和猫爪最贵 还贵 多少钱一斤 猫爪的 下来的时候30米 老话讲春雨贵如油 随着春雨的到来 这极具实令的山野菜价格 也是一路畅高 然而价格虽然高 这山的味道 却备受青睐 说得对 没有哪个季节 能够比得过当下 吃一口当季的野菜 显然不容错过 那么这么鲜嫩的野菜 当地人是啥吃法呢 吃法简单 风味独特 原来不被重视的山野菜 越来越多的被摆上了餐桌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菜摊上 各色的山野菜带着清晨的露珠 清新养眼 琳琅满目 这挖山野菜的大军 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这逛了一早上菜市啊 我发现这山野菜啊 鲜鲜的嫩嫩的 闻起来呢 还有一种常见蔬菜 所没有一股特殊的清香 那在咱们北方呢 可以说山野菜的品种是非常的丰富 那到野外自己亲手去挖也是一种乐趣 那接下来呢我准备到镇子上去找一位行家 带咱们一起上山去挖山野菜吧 山菜特别多 就是在我们父辈和我母亲那一代人 爱乐的时候这片山养活了好多人 就靠吃山菜活着太多人了 所以这片山上有很多的山野菜是吗 有很多山野菜 你看这个 哪个 这个是紫叶菜 这个是紫叶菜 我看它叶子背面是紫色 我看它长得特别像小白菜的那个叶子 是的 非常像 就是它跟别的山野菜吃法是不一样的 怎么吃 就是它得用开水操一下 然后晾干以后冬天蘸酱吃 它其实是不能生着吃的 就我们洗干净了是不能生吃的 对 它现在吃也能吃 但是它口感不好发射 而且我感觉摸起来 它表面会有这种绒毛是吧 它可能会这个口感 还很好看 会扎嘴 对 特别好看 它后边是紫叶菜 紫叶生菜极富营养价值 它含有花青素 胡萝卜素 对人体最大的好处就是注消化 对 同时它还具有抗衰老和抗癌的独特功效 哎呀 您会挖了 不用再挖了 那个不是了 对 那个不是 这可是 方方脸 这个也是 这一个也不浪费 都留着 谢谢大家